哇 哇 哇 全場關注我 哇 哇 哇 像兩全宇宙 穿越了時 會變得感動 感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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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啊 妳這次模擬考 是因為沒有像偉杉一樣 一直念書 還是妳念了 剛好都沒有出進考題裡 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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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對不起 我下次一定會考好 不會再讓妳失望了 對啊 舅舅 表姐這次考試試長 但是還是考得還不錯啊 主要是因為模擬考前 她要去參加拔合比賽 花了不少時間練習了 巴赫比賽 是一定要參加的嗎 不是 既然沒有要妳強迫參加 妳就不應該參與 都已經三年級了 應該分了清楚事情的輕重環境 花費時間跟弟弟去參加巴赫比賽 對妳現在有任何幫助嗎 舅舅 表姐她是班長 她要以身作折 妳不要怪她 好了 這次就算了 下次好好加油 我一定會的謝謝爸 舅舅突然不說話 害我好緊張 妳好緊張 時間過得真快 怎麼感覺模擬考才剛結束 馬上要出端考的考卷了 我覺得有時候 不只學生要放鬆 我們老師 也應該要適時都觸發壓力 不如 我們晚上找一個好點的餐廳 吃個大餐 怎麼樣 晚上妳想吃什麼 看著我 怎麼了 妳有心事對不對 而且跟學生有關 妳怎麼知道 妳十件心事有九件跟學生有關 我有什麼好猜的 走吧 什麼事情 我可以幫妳分優解牢的 就是杜組長今天來找我 他說毛利寧的模擬考成績退步了 要我通知她家長跟他們講一下 三年級的考生心理狀態 本來就比較不穩定 如果我們老師跟學生家長 能夠密切配合 我覺得是好事 但是我跟他爸通過電話之後 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怎麼說 一開始他爸的態度是有點冷淡 可是後來卻又自己說 願意配合學校 會多出毛玲玲的功課狀況 所以其實 他應該還是滿關心她的吧 一下冷淡一下說關心 這到底是 不過應該沒有父母 不關心自己的子女吧 是這樣說沒錯 可是女人的第六感 是很靈敏的 所以我總覺得 我打這種電話 不知道是對還是不對 想太多了 電話都打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做的呢 是順其自然 靜觀其變 看看之後 到底毛爸爸怎麼說怎麼做 我們再見到猜招囉 你說得也對 你現在應該考慮的是 到底晚上要吃什麼 是比較實際吧 想一下 等一下跟我說 燙 燙 威哥你是怎樣啊 吃泡麵能燙到會再誇張啊 對啊 威哥 你今天上課的時候 就已經恍神了耶 現在吃麵的時候還燙到 等一下是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麻煩了 你要不要喝嘴好不好 欠揍了 你們很奇怪耶 我就突然心不在焉 就不小心被燙到啊 吃泡麵被燙到 不是很正常嗎 威哥 你該不會又想到 班長給你那次打擊吧 誰說我 我只會想到班長 我會想到其他人啊 我就知道 威哥 我真的覺得你這樣獨自傷心 不是辦法耶 我覺得你應該直接找班長請訴 請訴 請訴 請訴什麼東西 你要在請訴的過程中 讓他知道你對愛情的堅定 還有對他的滿滿的愛意 然後趁機打動他的心 讓他知道被你喜歡上了 那該有多好 最後 趁他落有所失 心中充滿無奈的時候 趁機跟他告白 然後就被你殺到 一切就有個幸福結尾 太棒了 馬桶 事情沒有你這個八七想 那麼簡單好不好 真的假的啊 馬桶 你這招哪裡學來的 威哥 你要相信我啦 這是我從愛情小說中 學來的必殺技 我可是不想看你在為情說苦 才告訴你的 果然是好兄弟 謝謝你 可是我聽說 寫愛情小說的就是那種 教不到男朋友的宅女 所以真的必殺技可行嗎 你們放心 對 賈芬這一不是說 還可以愛情小說嗎 說要成為最會寫愛情小說的作家 剛剛那個必殺技 他可是愛得不得了 威哥 我跟你說 想要了解女人 就要先從女人的觀點下手 聽我的嘴沒錯 這個 柯老師 怎麼了 我想你應該想好要我做什麼 對不對 我 你就趕快說吧 你一天不說 我心中的大石頭 我一天就不會放下來了 有一件事情沒錯 我一直覺得怪怪的 顏老師 我老實告訴你吧 我已經把我們之間的約定 讓給凱密老師了 你讓給凱密老師了 對啊 因為我一時之間 也想不到要你做什麼 凱密老師剛剛有跟我要 所以我就 你就讓給他 這是我們兩個之間的約定 你是不是可以傳給凱密老師呢 我想凱密老師也不會為難你吧 是嗎 總之這是我們兩個的約定 既然我已經院主服輸了 也希望你遵守諾言 你說的也對 所以我考慮不周 這樣吧 我會去跟凱密老師 把我們之間的約定要回來 那就麻煩你好了 飛燕 你的午餐從兩人份 進階到三人份 飛燕 我看你這麼會吃 以後應該沒有男人敢聽你了 你們不懂啦 最近因為我在寫愛情小說嘛 所以很好腦力耶 為了吃飽了 這樣才能寫出 驚天地氣鬼神的羅曼誓 這需要啊 吃個東西的 你美的便當好豐盛喔 對啊 對啊 我爸特別幫我準備了 他說呢 吃得好才能好好考試 好好 現在我要吃這個 好 吃 自己教 滾喔 看起來很想吐耶 沒事 我先放回你 妳美老婆 岳父的手藝看起來很好耶 她有沒有考慮要開便當店 對 我可以跟你一年一半 一起吃這個便當嗎 當然可以啊 真的嗎 好啊 好辛苦 好吃耶 好吃喔 好吃 給我錢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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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妳叫我這邊 我等一下來找妳好不好 我來了 五百 收付錢 沒有人 OK 妳很聰明耶 收付錢 好貴喔 這是太漂亮 李玲玲 妳怎麼邊吃飯邊看書啊 這樣會消化不良耶 沒關係啊 什麼沒關係 先把書收起來啦 我先陪妳吃完飯以後 再陪妳一起看書 剩沒多少時間念書啦 又快要斷考了 好吧 那我不打擾妳了 那這就給妳吃 好 來 好 威哥也太沒毅力了吧 他會身交還一下 可是他就直接出去 還好本上沒有看到 不然等一下 他又要對威哥扣分呢 威哥怎麼都不小心啊 他會三明就放話要追威哥了 他還不跟他保持距離 對喔 對不起這一點 該不會 他會把威哥帶到什麼暗暗的地方 都來個保衛林上空嗎 你講這些都還算還好 我是怕他愛不到威哥 然後有愛生恨 想要回到威哥耶 你說毛爸昨天知道毛李玲 成績退步之後很不開心啊 李玲 他昨天用很嚴厲的眼神 看著李玲 李玲緊張到都不知道怎麼說話了 我真的很擔心 所以他今天才會壓力大到 連中午吃飯時間都在看書 要是他這次斷考 沒有考回原本的水準 真不知道他爸媽會不會怎麼樣 小的時候是有看過毛爸 毛爸就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 我能體會毛李玲的那種腰 所以這段期間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打擾毛李玲 我會讓她好好專心念書的 錯 說什麼 學習就是要一起努力 一起進步 怎麼可以讓李玲一個人念書 你是她的青梅豬馬 我是她最疼愛的表妹 我們應該是要陪她一起念書 一起進步吧 這樣子她才會更有動力 對不對 陪她念書當然是沒問題 只是我怕我們兩個 會打擾到她們 她就是因為太緊張 所以才會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就會讓學習能力下降 所以她首先就是要放鬆 這麼說好像有點大了 所以我決定了 今天放學後 我們三個就去挑參考書 不要等週末了 這樣子買完參考書之後 我們還可以去玩玩晃晃 玩夾娃娃機 可以的話 還可以去喝個咖啡 徹底的放鬆一下 這樣不會太放鬆嗎 怎麼會 我可是這次辦上 莫莉卡的第二名耶 聽我的就對了 不要壓啦 好吧 我不是很瞭解你們 會讀書人的腦子 那就這麼說電囉 糟糕 你們在這邊幹嘛 文哥你還是會馬桶好了 我 到底搞什麼鬼 什麼 我 我們兩個其實都有年威哥 只要你不在 我們就不關心 威哥 什麼 你幹嘛 好遠 放手啦 鄭明衛 你有這兩個 這麼關心的朋友 真的很幸福耶 好啦 鄭明衛 那我先回教室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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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哥 其實我覺得陶偉山不是天真的 是霸氣 不是嗎 馬桶剛剛拜一個這麼瞎的理由 他就很相信 對啊 他不敢相信 他這種智商 竟然能考進去 像千五十年耶 拜託 你以為每一個人 都跟你們一樣奸詐嗎 陶偉山不只會念書 他心地還是一個善良 又活潑可愛的女生 走吧 回教室了 車 爸 叔叔 你怎麼會來學校啊 姐姐 沒想到你會來接表姐 我以為你只會來接表哥 那是因為我哥念書地方 離我爸公司進 所以順路吧 哪是啊 叔叔 我是鄭明衛 好久不見 鄭明衛 好熟的名字 你是以前我們家隔壁老鄭孩子嗎 以前你還沒搬家之前 我們是鄰居 沒想到已經長那麼大了 當然 畢竟過了這麼久的時間 我記得最後一次 見到叔叔的時候 是在 我跟毛琳琳的 小學畢業點檔 看你們三個的樣子 好像要去別的地方 對啊 我們要一起去找參考書 李玲比較會挑 我請挑幫忙 對啊 李玲真的是很熱心 而且也是一個很厲害的小老師 如果我沒有她 在私底下教我讀書的話 以我的程度 我還不知道 能不能順利的升降高三呢 叔叔 你真的有一個很好的人 短的用功是好事 上車 爸 你真的是來接我回家的 桂山 你呢 我最近回家睡 九九你跟表姐先離開好了 你們剛好可以去散散戲 彈彈天 或者是喝個咖啡 看個電影 那你自己回家注意安全 李玲 我剛剛說那些還不錯吧 九九感覺越來越重視你了 對 可是這樣我跟我爸回去的話 就不能跟你們去買參考書 那沒關係 我們就按照原來的計畫 中午再出去就好了 祝福拜拜 拜拜 要是九九每天都可以來接你 如果要認識你的話 李玲一定很開心 是啊 李玲最在意的就是她爸爸的眼光 她這麼努力 終於有了成果 生氣才開心 你幹嘛靠我這麼近 我看你除了很MAN之外 也是滿感性的吧 對朋友也是真的關心 我覺得我越來越喜歡你了 好 你等一下幹嘛 我們去約會 妳為什麼可以把約會這樣 這麼自然 那我可以說不要嗎 那我可以說不OK嗎 妳等一下要幹嘛 肚子餓 要去吃飯 我也要去 不准 為什麼讓我去 為什麼妳自己一個人呢 為什麼不能去 爸是因為我這次沒考好 擔心我放學通車時間太長 所以才來接我的媽 爸這麼關心我 我絕對不能再讓他失望 爸 你不用擔心我 雖然這次模擬考沒有考好 不過下次的段落 我一定會恢復水準 考為第一名的 你放心 你以為我在意的 是你的模擬考成績嗎 雖然平時成績很重要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 大學的學測成績 你現在表現忽好忽怪 能應付不久之後 就要考的學測了 我當然可以啊 我會更努力 但是我自己的孩子 有多少能力 我還不知道嗎 林立啊 你現在需要的是專心 顧好自己的功課 別去管別人的事 別人的事 剛剛那個鄭銘輝 不是說過了嗎 你是他的小老師啊 自己的功課都不穩定 還有心思去教別人 這樣子啊 只是被拖累而已 爸 鄭銘輝沒有拖累我 我在教他的過程 也是幫我自己複習功課啊 這樣對我的課業也有幫助 那模擬考怎麼會考成這樣 而且你誰不教 偏偏跑去教那個鄭銘輝 我看他啊 跟他老爸一個樣 都是屌啊浪噹 兇無大志 以前當鄰居的時候 就常常聽說 鄭銘輝啊 動不動就打架鬧事 林立啊 你怎麼就不懂得挑選朋友呢 爸 鄭銘輝或許以前是這樣 但他現在真的很用功 也很努力 那他的事跟你沒關係 你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考試準備好 還有啊 以後盡量少跟他來往 聽到沒有 小心 講話啊 嗯 聽到 開始 我要追 不要想喝